十二,大工,中南光電拓展太陽能農業 2015年9月4日中國經濟B06大公報信 記者柏永赫肥報導 作為安徽省第一家獲得特派南德認證證書的光復企業 赫肥中南光電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中南光電 正逐步完成產業規劃 未來兩年計劃新增新報建設500兆瓦太陽能電站項目 同時實施太陽能農業開發項目 據了解,中南光電2008年初創始僅有100度兆瓦的生產能力 如今在中國產量已超過800兆瓦 在美國收購有產能100多兆瓦的公司 在尼日利亞正籌備1加200餘兆瓦的公司 目前,總產能已突破1萬兆瓦 中南光電董事長郭曼東指出 該公司發展過程中主要依託於新產品開發 公司禁後將重點通過現有應用系統的市場推廣和技術升級 降低成本 達到市場的廣泛應用 穩步開拓國內外市場 近期投入建發太陽能水瓦系統 將用於農業灌溉領域 有分析人士稱 中南光電報局太陽能農業開發項目面臨多重政策性利好 隨按門院頒布關於光復產業發展的指導意見 安徽省2015年獲得一個G光復電站建設指標 國家將給予20年每瓦1元的導電補貼 合肥市給予15年每度0.25元的導電補貼 這大大縮短投資商在合肥投資光復電站的回收期 此外 中南光電所在的肥東縣承諾將拿出近萬畝魚塘 5萬畝一般農田 容易建設光復電站 為打造合肥光復第一成提供支持